資料衝核商駐混合社區 區內有多座大型晚工大廈 屬於港島東的商業供應重鎮 吸引不少跨國企業進駐 區內心盤供應一行比較少 而近期就有心盤準備推出 屬於雲安地產旗下的Vinni 對上的有一個心盤供應 就去到2021年的9月份 Hobon的10A開售 大約是二、三年多月份入企 供應一房有242個 兩房只有24個 所以兩房在我們這區比較矜距 Vinni設90伙 護形涵蓋各41伙一房和兩房單位 單位實用面積由223平方尺至626平方尺 另外設有8伙特色單位 很適合上車客 最主要是年輕的上班一族 以及一些新組織的家庭 以及一個就是投資收租人士 因為我的地理位置優越 就坐落於鄰近 和港島第二大CBD太古花 周邊有超過300間國際大型企業進駐 而這批商業精英 會有大量的住屋需求 無論租或正買 參考的租金 我們剛剛收到一租 市場成交Hobon的低程一房 就成交18,900 赤租是74元 也有一租高程一房 成交是22,000元 赤租達到79元 而兩房的租金放盤 大約是27,000至30,000元 平均邁雲赤租 也有70元 而首放盤 Hobon有一房 大約是600至790萬 而兩房大約是13,000 區內擁有濃厚的藝術氛圍 康橋大廈的Artistry多用途空間 距離森盤Philly大約是5分鐘的步驟 非常之方便 場館會定期展出各類型的藝術活動 市民可以盡情沉浸在文藝氣息當中 感受生活美學 又或者往渣華道方向行8分鐘 會有一個多媒體美術館 Art Museum展出沉浸式的觀展體驗 平時上班共忙 這裏便可以昇浸身心 感受大自然的寧靜和神秘 坐下看著海浪 配上聲效和香氣 真的會有一種在海邊散步吹海風的感覺 太古坊亦都會不定期舉行唐闖街自集 內裏有角色的攤檔吸引不少人前往 之後再走大約5分鐘便可以來到質魚沖公園 附近還有不少運動場地 例如足球場、環跑單車徑等等 小朋友可以在這裡放店 無鞋都可以在寵物公園散步 海濱長廊沿著海港延伸是環跑的好地方 沿途還可以欣賞維港海景 如果想添置生活所需 一站資格便有太古城中心 中世美食、消行娛樂一眼俱全 這個15分鐘的生活圈 有完整的生活配備 亦都展現濃厚的藝術氛圍 靈省中大點活潑 附近的大街小巷 亦都集合了不同風格的cafe 無論在附近一想翻軸 想充電 又或者想感受一下熱過風情打卡 這裡都絕對可以滿足到你 區內交通亦非常方便 附近多條電車路線覆蓋 香港到北部主要地區 樓盤越鄰近質魚沖港鐵站 我們測試過 只需要大約兩分鐘的路程 便可以到達 講到溝通貝套 我覺得最大的優勢 是因為它是13分鐘到達金鐘 15分鐘可以到中環 亦都有多條巴士路線 經過中環灣仔繞道 去到中環FC 或者是經東區海底隧道 去到風格浪 大約都是12分鐘左右 該區亦都擁有 14小學校網的地段優勢 方便有小朋友的家庭 其中近期在奧運奪得金牌的劍神張家朗 亦都曾就讀區內的北角孤立小學 中環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